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說 各位你在 網路上你找到了我們剛一些那個 範本網站上找到 那像我現在開這個 Inkscape 這個部分 它其實有中文版 所以我這邊它現在顯示是英文版 不過沒有關係 你來看一下我們從這邊 我去找 Open 我的是這個有沒有 這個 那我找這個AI的檔案 這是Ella Trader的 我們就Open把它打開 好 按確定 好 那我們現在打開了之後呢 你可以發現一點進去它就是一個群組 有沒有是在一起的 對不對 在一起的 假設你要某一個部分的話 你可以點到你要的 你可以點兩下 等一下 點兩下就可以進去了 有沒有發現我進到裡面來了 對不對 點兩下 因為它預設都是一個群組 一個群組 那你可以去找到你要的 那如果萬一你現在進到裡面 你不要你可以按右鍵 它也會回到上一層 有沒有 叫做 如果你有進去的話 它也會回到上一層 好 那假設我現在這邊 我把旁邊這邊拿掉 我這個也不要 這裡也不要 底圖也不要 框框我也不要 人 人要 好 寬框我看一下 這樣是在一起的 所以 這個 我可能要在進去裡面 點到它 還沒 哎唷 進來了 你就點兩下進去 那這裡是我要的 我就可以把我要的去幫忙框起來 那 你看到右手邊這邊 它有個匯出 有沒有這個 這裡有兩個 你可以從這個 一個是進來 一個是出去 對不對 好 把它匯出 你就可以選擇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PNG 這樣了解嗎 你可以拿出去 那這個是有透明的 這樣是比較好用 所以如果說你的 假設你的是向量的素材 你從這邊 就可以直接把它變成 看你要存在哪個地方 然後存成PNG之後就可以拿出去用 那你可以指定它 輸出的位置輸出在哪邊 這樣子 大致上是這個方式 比較不好意思 我這邊 現在沒有用中文的介面 但是你可以知道說 這樣子 怎麼去把它的素材拿出來 當然你說我不要這樣一個 我就 把我不要把它刪掉 繼續 繼續在裡面編輯 這樣也是可以 這樣 再把它 框起來 拿到你要的 把它 從這邊輸出去就好了